大家好 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CBA大结局 辽兰深夜 突传重大喜讯 阳明如虎天翼 广东上海 已不是队神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CBA临赛的最新消息 聊一聊 备受大家喜爱的辽宁男男 纵使周知啊 本赛季辽宁队给球迷们带来了很大的惊喜 虽然说目前辽宁队暂时 让去了 积分榜榜首的位置 但是呢 辽宁队 在后面依然有实力啊 重回积分榜榜首的位置 即使说辽宁队无法拿到常规赛第一名 但是 对于辽宁队而言 只要能够锁定 请四强的席位啊 就已经足够了 那么在第三阶段的比赛中啊 辽宁队遭入到了一定的困境 首先啊 就是爆发去了伤病问题 那么 先是 韩德军因为伤病的软硬 缺席了一段时间的比赛 那么随后呢 郭艾伦也因为伤病的软硬 缺席了几场比赛 那么现在啊 郭艾伦已经 火线复区 并弃了给球队带来了 第三阶段的首场胜利 那么对于辽宁队遥营呢 本土球来实力 非常的 强大 真的可谓是冰强马壮 不管是内性方面 还是外性方面啊 辽宁队本土球来实力 在整个领域中啊 都是名列前茅 即使说 卫免冠军广东队的本土球来实力 与辽宁队相比啊 也只能是起无相当 那么因此啊 很多 西安辽宁队的球迷 依然特别关注啊 辽宁队的外软问题 众所周知啊 前面几个赛季 辽宁队非常遗憾的 与总冠军啊 四肢交臂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辽宁队的外软实力不尽 那么因此啊 本赛季辽宁队 已经火速的敲定了两名外软 但是呢 从近段实际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出啊 莫兰德的整体表现 与球迷的日期啊 相差甚软 本来 很多辽宁队球迷 认为莫兰德了 可以给辽宁队 攻防两灯啊 带来很大的帮助 但是呢 从比赛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啊 莫兰德 充情量 只能散得上一次一个 蓝宁队性 给辽宁队提供的帮助啊 非常的有幸 那么因此啊 在外软实力对比上面啊 辽宁队再一次啊 取得不逆位置 那么因此 很多辽宁队球迷 也希望啊 辽宁队 能够在季后赛 到来之前啊 火速的 把这个果弹的驱使啊 去寻找 第三位 那么就在近期呢 辽宁队方面啊 深夜突然传来的重大喜讯 很多辽宁队球迷啊 也感觉 只要辽宁队 能够火速的拿下 这位超级外尔达 那么CBA 很有可能 将会赢来大截 那么根据美的消息啊 辽宁队 非常有希望啊 拿下 请NBA 明星球员 威尔森 众所周知啊 威尔森 是一位非常 有冲击力的 小前锋 身高达到 两米左右 拥有 优秀的突破能力 和投射能力 既可以 冲击内心 也可以在外星 跳投三分 这对于辽宁队而已呢 是非常 有帮助的 纵观辽宁队的 这种体系 内心方面 和外星方面呢 实力 都非常的强劲 辽宁队最大的胆板啊 一软趋先在 风险上面 虽然说 张振宁的 个人能力啊 天赋非常趋势 但是啊 张振宁的 大赛经验 略有不住 而且呢 张振宁 也需要更多的帮助 那么因此啊 如果说辽宁队 能够拿下 威尔森的话 那么对于 扬明而言啊 真的是如虎天意 那么广东队啊 他们本赛季 也会面临着 外卵的问题 并对这些消息 显示啊 广东队 期待已久的 超级外卵 马上布勒克斯 很有可能 无法顺利归队 这对于广东队而已呢 真的是致命打击 广东队 本赛季面对辽宁队啊 都是大溃败 如果说广东队 失去了最后的王牌 马上布勒克斯的话 那么广东队 想要抗衡 辽宁队啊 非常的困难 那么另外啊 就是上海队 本赛季啊 强势决息 但是上海队啊 也有一个 明显的胆板 就是上海队的 本土球团实力 与联合林队啊 无法相提拼的 而且上海队 本赛季啊 刚刚重新组合 关键大战的 精英啊 略行不足 那么因此啊 如果说 辽宁队能够补齐 外卵的最大胆板的话 那么啊 很多球员认为 广东 上海队啊 已经不是对手 那么牛云队啊 本赛季 真冠的希望 将会被证 大家认为的 今天分享 到时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见